滚滚长江,冬是水,浪花逃尽,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就不多说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忠臣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主流主攻,孙侧 我们的大笨本,大笨本可是黑不动的 他绝对是能让你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一个季养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好的,那么我们主持家玩家五号位 选择的是许优,我们的BB机 好的,然后孙侧几手挂了一个刀 然后什么都没动 其实他可以砍一下二号位的神流倍 或者说砍一下八号位的国家 因为毕竟这两个家伙还是比较偏反共的嘛 是不是 好的,然后这边这个神流倍的话是没有这个来打生策 而且是来是选择来打我们的啊 所以说相对而说神流倍可能跳的是一个比较忠诚的身份 那么楼层这边的话是连了这个忠惠和孙侧 然后杀了一刀忠惠通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压了孙侧一滴血 那这样子的话陆逊相对而来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那么忠惠这边的话是属于这种 内奸或者说反贼都可以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可以给这个忠惠标一个内奸的身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刚刚开了一个万念齐发 然后发动了一次陈略 现在我们发动一次陈略 然后的话丢的是方块和梅花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出牌阶段的话 方块的牌是不计入这个次数限制的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主角玩家就选择打一个六号位的黄盖 这是个标黄盖 为什么我们不去打中会 因为毕竟中会我刚刚说了 它内奸属性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像这个黄盖的话 这个黄盖你现在这种局势下 标黄盖肯定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而且黄盖的这种属性应该要不就是反贼 要不就是内奸 应该就是说他选出来的话 应该就属于这种爽一下就结束的这种 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黄盖干掉之后的话 而且他是个反贼 那这样子的话黄盖干掉之后 我们主角玩家去选择去打中会 好在这边的话两个反贼 中会和黄盖都被我们干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这个黄盖来AK一波突突突突 也不用担心中会去觉醒之类的 这些都不用去考虑了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 这个铁锁连环去打了一刀逃跑的神流贝 那神流贝在这个情况下逃跑的话 可能相对而言他是个内奸 但是他是个反贼 那么由于他逃跑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有闪应该也是不会出的 那么我们也是借助着这个神流贝 一张火杀成功打死 打残 这个楼神和爆三娘 但是这边的话 千万不要去摊这个爆三娘的这个 许生这个限定机 因为你现在的这种局势下 你许优的发挥肯定要比这个关 变成关锁要好 所以说有些时候 尽量就不要去摊爆三娘的这个 许生的这个技能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刚刚去摊 还好我们是没有桃子 如果有桃子的话 尽量就不要去摊 因为有时候啊 你本身的这个技能价值 肯定要比关锁要强 比如说 你有这个AK 或者说有啊 有AK或者说有一些 其他暴力手牌的 这个不用说AK吧 你如果有AK的话 你就摊一下也就算了 是不是 因为这个毕竟的话啊 你关锁有AK还是比较厉害 那如果是一些像 这个狙兽啊 或者说一些王姬啊 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自身能力 也比较强啊 所以说尽量看情况啊 必定一定要去摊这个 这个爆三娘的这个许生啊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许优啊 我们主持人玩家许优 那么是没有桃子 如果有桃子的话 其实就不要去摊啊 因为毕竟我刚刚也说了 因为你本身这个许优的这个 自身的用牌能力和 自身的过牌能力 都要比关锁要强啊 所以说这个不要去摊啊 尽量不要去摊爆三娘的许生啊 好的 那么我们第一把获胜啊 为后面的几局啊 薄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中成啊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 呃 这个流善啊 主流主攻 流善当主攻啊 这边的话 他说没点戒的啊 呃 其实 问题不是很大啊 戒流善和标流善 但是差别还是有的 但是 尽量啊 你主攻有戒流善 还是要去选戒流善啊 好的 流善这边的话 呃 几手选择放权 给谁呢 啊 他选择给的是五号位的流风 其实这边的话 他放权 盲放权其实有点问题的啊 这边他放权的目标啊 可能是三个人里面 最不该选的啊 比如说场上三个人都能放 比如说放流风 张辽和我们李绝都可以放 但是他万万不可以放的 就是流风啊 因为毕竟啊 你流风在五号位 这个是个原主位的流风啊 他原主位的流风 他反贼属性是相当的高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流风啊 也是果断掉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包括他下家的这个戒章了啊 反贼属性都是很高很高的啊 虽然说啊 流风在这个流善的主攻局 可以当忠诚 但是啊 你要考虑到位置啊 考虑到如果是近主位的这个流风 你盲放一下 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 我以前也只是说过啊 原主位的流风 或者说张辽啊 都是反贼属性比较高的这种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姬康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然后孙岸湘这边的话 连了这个流善和姬康啊 比如说这边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然后徐黄这边的话 也是没有兵啊 不知道是什么鬼啊 我们就不用去管他了 那么流风这边第一轮就跳出来 他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那么我们就不用去多管他啊 好 那么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一下借张辽这个这个举动啊 借张辽的话来选择偷我们和这个赵云啊 所以说这边也在跳的是一个反贼 但是我们主视角玩家的李爵 那是非常爽啊 这个一个大狼席打了流风两滴血 是不是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啊 刚刚你流善起手名放权放错了 但是第二轮你很明白了吧 是不是 我们李爵是一个大大的忠诚 哪怕是那一间你也可以相信我们 是不是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起手啊 通过放权的话也是裸摸两个桃子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吃了一个 并没有去存啊 因为毕竟场上有流风和张辽这两个龟袜子啊 所以说 你如果存满手的桃 肯定是要被流风和张辽偷的啊 所以说啊 这边流风啊 也是非常的鸡贼啊 选择拿我们的八卦阵 让我们的手牌交给张辽来偷啊 那么我们也是水淋淋的一个大桃子 被张辽偷走了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啊 要记住啊 嗯 张辽从我们手里拿的是红桃三的桃子啊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一个狼席选择去打双眼香 其实还是要去打流风啊 因为毕竟你们主中方的这个集中火力啊 还是要猛一点 对着流风要死揍啊 对着流风死揍的话啊 我们还能这个还能玩啊 当然啊 这个流风肯定是要死的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啊 我们也是通过强大的狼席啊 把双眼香打死了 流风啊 也是处于这种接近打残的这种效果啊 所以说只要我们一动手 只要我们有一次狼席啊 只要哪怕我们有一次礼仪啊 我们都能这个 让这个流风啊 这个进入这个 这个人间炼狱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张辽还是选择偷我们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大狼席啊 扣两滴血的狼席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张辽啊 选择出桃救他啊 他出的是这个红桃三的这个桃子 也就是说 他这个桃子是从我们手里拿的 也就是说 呃一旦 这个流风啊 进入到冰死状态的话 他只要没有桃子呢 应该就是逼死 而且啊 应该是张辽啊 应该是手里没有桃子了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来了刀啊 来了刀的话 我们直接去挂上刀啊 这个去削一刀流风啊 因为毕竟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要去削他的 因为你不削他的话 这个反过来流风就要来动你 动我们的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鸡康也是把我们的刀借出来了啊 那应该情况下就是这样子 赵云的话 是一个大忠诚 因为毕竟他如果贴阻的话 想要对付流山 应该是易如反掌的这个事情啊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成功了 这个李林一次啊 那当然也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过后拆桥一下 拆掉流风的手牌 然后开这张南蛮入侵啊 那么这张南蛮入侵 别人开啊 可能啊 就这个开一次 但是我们李绝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李绝能开两次啊 我们还有一次议算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这个 把赵云打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因为毕竟这个两个南蛮我们肯定是要开的 因为我们两个南蛮这个能够打死鸡康和流风啊 所以说牺牲赵云一个去打死两个坏人肯定是不亏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鸡康啊也是使得把绝想给了张辽啊 由于这个我们血也是比较多啊 所以说只要流风这边啊 流散这边啊果断的来放强我们的话 我们这个通过狼席啊都能去成功压这个张辽的这个血线啊 那有人也是说过啊 呃 采用这个李绝到底能不能当忠诚啊 其实按照这个李绝的这个武将的技能强度来说啊 这个李绝呢 他是可以作为忠诚的啊 他是可以作为忠诚的啊 但是啊 这个由于我们在online上面 这个狼席的不稳不稳定性啊 所以会所以导致啊 他到反贼也不是很强啊 但是这个我们单从技能上来说啊 单从狼席和异算的这技能上来说啊 这个李绝可以作为忠诚啊 是作为可以作为忠诚的 包括呃 这个他也可以作为反贼 或者说作为内奸 因为毕竟你这个零到两点的这个随机上海 其实还是作用还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一直是零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 是不是啊 呃 这个的话 其实 呃 不确定因素也是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有些人并不怎么喜欢用它 包括像在2v2排位赛里面 其实如果选将框里面真没有什么好武将 倒是可以选项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要打出配合 因为有稳定的配合 要比一次这个狼死要有用多了啊 肯定是有用的啊 好呢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啊 最后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5号位的大内奸啊 呃 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 这个谁呢 这边的话 内奸的话 他的选价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这个楼神呢 啊 这个神陆逊啊 这个悲鸣呼 是不是啊 呃 祝贺瞻 曹城 包括礼儒都可以 因为如果选礼儒的话就要选择一拨腿啊 好的 然后我们主攻选择的是一个出场率并不是很高的一个孙亮作为主攻啊 孙亮的话 其实还是要说一下他的这个 呃 嗯 主攻击把力军是不是啊 其他无视力角色于出牌阶段内使用杀结算结束后啊 其可以将杀交给你 然后你可以令其摸一张牌啊 比如说这是 孙亮的这个主攻击啊 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毕竟 孙亮作为主攻出场率还不是很高啊 好的 然后孙亮这边的话 起手开了一个无中生有啊 然后的话会怎么操作啊 画了一个盾 这边的话 其实 呃 像呃 这个 我们主持者玩家啊 六号位的剑马超 七号位的司马辉 包括八号位的布置啊 这我们这四个都是属于这种 呃 可中可反的武将啊 包括像呃 吴国泰也可以吧 是不是 但是像张辽和呃 借干琳啊 借干 借张辽和借干琳的话 相对说反对属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啊 呃 这边的话刚刚声亮啊 呃 开了一个南门入侵啊 由于他这个 测证的这个技能啊 所以说他刚刚开南门入侵 呃 唯一能响应到的应该就是 吴国泰和布置啊 因为毕竟 说了啊 这个攻击范围内不好 不包含你的角色 那么从张辽到斯马辉这边啊 由于第一轮我们都没有刀 没有 没有马术啊 所以说啊 这个 这个南门入侵开出来 由于这个吴国泰和布置的这个攻击范围内包含 声量 所以说 他们两个人要响应这个南门入侵啊 那么这边的话布置是掉了一滴血 然后呃 渥国泰这边的话 连了这个马超和张辽啊 这个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然后张辽这边的话 这个是选择去偷了老太太和祖翁啊 杀了老太太 跳的是一个忠诚啊 反贼的身份 然后甘霖啊 然后甘霖啊 也是紧跟着张辽的步伐啊 也是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然后地球们准备动手 后段起源兵 左右包吵 必胜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起手可以去打一下这个布置啊 或者去打一下这个司马辉都可以 因为毕竟我们是个内奸 那么我们主要还是要去 呃 去打一下啊 场上嘲讽比较高的一个武将 那么场上场上嘲讽比较高的武将是 一个是张辽 另一个是司马辉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张辽啊 我们肯定是得罪不起的 因为毕竟他们反贼两年已经出现了啊 那么场上唯一一个这个司马辉是一个未知身份啊 所以说既然他们两年反都出现了 那么我们去打下家 那肯定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跳的是一个 呃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那么这边的话司马辉是选择去拆了 这个顺量的这个盾啊 所以说司马辉这边也是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然后刚刚马超这边的话是选择去打了布置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呃马超应该是一个 呃怎么说呢啊 马超可能在场上跳的是一个 比较像内奸的这个身份啊 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啊 两个名反都出现了 我们只要想去动他 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既然我们没有去动他 所以说我们暂时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是不是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选择啊 这个把自己的身份还是要跳了出来啊 去选择连了陆迅 呃连了甘宁 然后去拆了呃甘宁那张手牌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把自己的大招给贡献了出来啊 其实这个时候 我感觉啊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大招提倡供出来啊 贡献出来感觉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亏啊 那当然场上有司马辉 我们这个铁索连环没有去连出去 呃也是相对说比较会限制我们这个这个铁索连环九属性杀的这个发挥啊 比如说司马辉这边啊也是会这个让我们啊这个比较头疼的一个目标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啊 这个顺链啊还是去选择去拔甘宁 这个甘宁一旦手牌比较多啊 这个祖宁方的这个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啊 好然后老太太这边的话铁索连环连了这个甘宁和张辽 然后一刀火纱下去啊 甘宁也是这个求逃了啊 然后这边的话张辽出逃救他 然后这边的话司马辉就发动了一次称号啊 磨了两张牌啊 嗯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南帽入侵开啊 老太太开了南帽入侵的话 我们主角玩家肯定是要卖一下的 因为毕竟一来啊 这个有赎心杀啊 有铁索连环啊 有九包括还有这把火灯刀啊 所以说这张杀的价值啊 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说这张火杀肯定是不能乱打的啊 那当然张辽这个龟袜子啊 手也是比较骚啊 成功把我们的这个铁索连环给偷掉了啊 所以说这个铁索连环被张辽偷了 确实是比较可惜啊 哪怕他偷这把古丁刀啊 我都觉得不可惜 但是这个铁索连环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啊 但以至于我们这个九火杀啊 九属性杀啊 肯定是这个想打出去的这个 计划啊 被张辽的一个这个神神头啊 神突袭给这个破坏了啊 那当然我们手里手握这一张这个属性杀 包括手里还有九啊 我们还有斧子啊 所以说目前的话啊 这个想要去呃成功点杀敌人啊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呃目标也是比较明确了啊 这个司马回是反贼啊 那这样子的话 马超就是一个中途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去选择先去打马超啊 因为毕竟马超现在 这边的话 其实呃也没有多大作用 其实马超量在那边啊 问题也不大 但是我们主持角玩家是选择去先打马超 因为毕竟这个这个马超啊 对于啊 主攻 包括对于主持角玩家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一旦这个有九杀之类的啊 会对主攻啊 造成这个致命性的伤害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啊 这个我们也是成功攒到了七个军队啊 也是成功的放了一次 一个大吹克啊 那这样子的话 嗯 压主攻的血线 顺带 打 打 打反贼啊 顺带打反贼啊 然后这边的话 打倒是马回 然后再开一个南蛮入侵 其实这个南蛮入侵 开的其实有一点点 那个啥了 可能点的会比较快 因为毕竟想要打死司马徽啊 我知道主持角的思路是 打死司马徽的同时 再去压顺量ND血 但是 这个司马徽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影视啊 是比较偷疼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啊 这个既然上一轮已经吃到了 他这个影视的这个亏了 所以说这张火杀啊 暂时就先不要去打了啊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关键性的乐不思数 乐中顺量的话 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五个军略啊 是可以直接让声量掉一滴血的 然后这个由于冠师傅没了啊 所以说也是比较可惜啊 如果有冠师傅的这样子的话 刚刚一个大吹客啊 一个吹客啊 急速的吹客打声量逆血 然后再冠师傅拍一下 应该是时间赢了啊 但是由于冠师傅的这个缺失啊 会导致这个拉长战局啊 但是现在问题也熟悉很大了 因为你声量跟神鹿迅作为单挑的话 那你肯定是单挑不了一个这个神将的啊 好的 然后我们也是轻松拿下这一局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么结束之前啊 也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 视频的结束后方啊 有采红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采红永远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青山不改 玉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